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着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3月19号这一期 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异 截止北京时间3月18号晚上9点 在巴赫木特北线 俄军在巴赫丹尼夫卡推进了100到200米 乌军的反击没有取得战果 一万尼夫斯基双方继续阵地战 围绕0504公路南侧和西侧有多次交战线没有变异 克列谢耶夫卡村双方互有攻防 俄军主导进攻 双方在扎布罗热南线的罗布金利 阿夫迪夫卡区域等 都是依靠防御攻势进行阵地战 跟着这个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 叫哈佛里·柳克中将 他说近年以来 敌击在国防军就是乌军的阵地上 投下了3500多枚航空炸弹 是2023年代16倍 根据这位中将的说法 七代已久的F16应该扭转 俄罗斯人在空战中的主导地位 这将提高乌克兰国防军地面上的能力 但目前的情况是目前还没有F16 某些弹药库存在正在下降到临界水平 说乌军的某些弹药已经快弹尽粮绝 就这意思 他说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 使乌克兰国防军击退侵略者的任务复杂化 哈佛里·刘克说 尽管世界上弹月生产存在问题 但乌克兰及其合作伙伴 必须找到机会为国防军提供他们需要的一切 首先需要防空系统 飞机 远程导弹 炮弹 尤其是155毫米口炮弹 现代电子战系统等 这个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发表讲话 泽伦斯基点名表战 前线各部队将士粉碎俄军在各个方向的持续进攻 目前俄军虽然占据数量优势 但乌军不断挫败俄军的轮番进攻 而且维持以防较低的伤亡 泽伦斯基感谢各国对乌克兰的持续援助 特别提到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战略判断 俄罗斯的侵略必须失败 说到这个乌军 由于缺乏武器 在战场上恐怕陷入被动 根据这个《泰晤士报》报道 说这个英国国防部长 沙普斯和陆军司令 拉达金 在访问乌克兰期间 与泽伦斯基 乌美罗夫和希尔斯基会晤时建议 乌克兰高级领导层和军事指挥官 不要在前线策划 执行新的攻势 而是应该集中精力 制定防御策略 拉达金担心希尔斯基 可能会过于专注于地面战斗 英国指挥官正试图 根据西方军事学说 以及在陆地空中和海上 推进需要来制定乌克兰的战略 即英国建议坚持北部和东部前线的防线 并在必要制撤退到更有力的地形 并希望防线能够阻挡俄罗斯人 这将使乌克兰人能够将精力集中在黑海战线 我在很久以前就说过 对英国对北约来说 他们更关心黑海局势 只是陆上的乌东战线 乌克兰北部的战线 多一点少一点 暂时失利都不要紧 因为那个战线本来就是打过来 俄罗斯弱了 那乌克兰就打过去 等到俄罗斯他的武器弹药冰原恢复了 他也能退回了 双方在那是拉锯战 所以最关键的 应该在黑海上 把俄罗斯的黑海舰队给彻底摧毁 把俄罗斯从黑海彻底赶出 这样乌军就可以威胁到这个俄罗斯的 现在占据的叫 梅利托布尔 马里乌布尔 比尔江斯克 亚洲海沿岸的这些城市 甚至可以威胁到俄罗斯国内 什么罗斯托弗市 这个英国的国防部长 还有陆军司令 建议乌军在陆地战行 如果不行的话 就撤到更有利于防御的地形 进行防御 我觉得英国人的战略还是对的 咱们早就建议 不要跟俄军在那一城一地的得失 进行仿佛的争斗 这样消耗 实际上依托那些堡垒 能守就守 舍不了就撤 因为乌克兰现在就是缺乏弹药 乌克兰总理 施梅加尔 3月18日在社交媒体表示 乌克兰政府额外包款 50亿格里夫纳 约合人民币9亿元 用于购买无人机 以加强该国防御能力 现在无人机在乌克兰战产上 作用是越来越多 乌克兰用这个无人机轰炸 俄罗斯的这个炼油产 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 不完全统计 俄罗斯的这个炼油能力 现在已经下降了20% 如果乌克兰就这么持续炸 对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命脉 那影响还是很大 说到这个炮弹 捷克已从世界各地的供应山处 收到约80万枚炮弹 捷克总统说 如果有额外资金 还可以订购另外的70万枚炮弹 第一批30万枚炮弹 现在已经安全到位 说其中德国贡献最多 德国给的钱啊 最多5亿欧元 虽然布拉格对弹药的来源 保持沉默 但该出版物声称 俄罗斯盟友是供应山之一 贸易协定表明 交货将通过捷克或第三国进行 以隐藏原产国和乌克兰之间的 任何直接联系 并避免让供应山遭受莫斯科的愤怒 这个按照这个西方媒体报道 这150万发炮弹 是俄罗斯的盟友提供的 昨天咱们节目说了 能有这么多库存呢 对吧 能拿出150万发炮弹 恐怕也只有两个印度 因为他们有这个库存 当然了 有人说曹县也有可能 曹县倒是有这么多炮弹 这个不用怀疑 因为曹县 对吧 他准备打仗准备了几十年 他叫先军政治 这些炮弹并不是他现在生产制造的 而是常年累月的生产 弹药库里的堆码 保不起啊 曹县通过第三国 卖个乌克兰 如果他这么做 说明他很聪明 说白了就是保持平衡 给俄罗斯拿炮弹换粮 往来跟这个捷克拿炮弹换美 这样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这 他保持一个平衡 完了自己还得到钱了 这种可能性啊 不是不存在 反而说明他很高明 3月18号 根据塔斯社报道啊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波雷利在出席 欧盟外长会议时表示 经过长达数周的讨论 欧盟各国外长将于周一 批准通过和平基金 向乌克兰提供50亿欧元的 军事援助的决定 这个德国外长啊 表示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 更好地保护自己 免受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的侵害 并向乌克兰提供另外50亿欧元 这个德国啊 支持欧盟啊 尽快向乌克兰援助50亿欧啊 欧盟委员会宣布 欧盟将补贴欧洲军火工业 5亿欧元 以提高其炮弹生产能力 德国将获得8500万欧元 挪威8800万 法国3800万 芬兰3300万 西班牙2400万 波兰200万 这个是由欧盟向这一国家的军供给 支付提高他们这个生产炮弹的能力 实际上这个实际上就是在援助乌克兰 根据这个国家报报道啊 说北约军事人员 已经在乌克兰进行 准备控制情报行动和训练 今年2月 马克龙打破了这一禁忌 北约在几乎所有可能的领域 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从提供武器和有关俄罗斯目标信息 从敌方轰炸机的飞行到欧洲训练 数千名乌克兰军人 这个恐怕已经公开的命名 因为德国总理舒尔茨已经说了 英国和法国派了这个现役军人在乌克兰 指导他们操纵英国法国援助给乌克兰的武器 波兰的外长也说了 北约很多国家都派了军事人员在乌克兰 他只是不愿意说出这些国家的名字 根据这个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 前美国国务院官员马修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乌克兰有北约和美国的军事人员 这些人以雇佣兵承包商等形式存在于乌克兰 这个马修说 我的意思是有各种类型的武装力量在替乌克兰作战 有美国的英国的欧洲的 其中一些是特种部队和美国中央情报职人员 他们不被承认他们暗中行事 还有承包商雇佣兵供应商 随便你们怎么称呼他们 这是最大的组成部分 实际上就是说美国也派人以各种形式在乌克兰参战 那今天最重要的消息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以高票单选 俄罗斯的总统 根据这个CCTV报道 普京得票率接近90% 当地时间17日晚 俄罗斯中央宪局委员会中部的总统选举初步计票数据显示 在已统计了80%的选票中 现任总统普京以87.15%的得票率领先 根据俄总统选举规则获得半数以上选票者即可单选总统 俄中央宪局委员会将确认此次总统选举结果 并在选举结果确认后三日内予以公布 普京当地时间18日凌晨召开记者会说 感谢选民信任和支持 他将在新的任期继续推动国家发展 普京说特别军事行动问题和加强俄罗斯联邦的国防能力 是其新任期的主要任务之一 他表示俄罗斯对美国总统候选人没有偏好 无论谁当选 俄罗斯都将与之合作 普京这个表态让很多头部黄鹅心里很不爽 但是这些头部黄鹅专终没有看见 包括胡亦敬老师 普京说了他这个任期 无论谁当美国总统 俄罗斯都将与之合作 没有说要跟美国对抗 恐怕这些头部黄鹅又要失望 实际上我觉得 普京总统以高票87.1%的得票率 当选俄罗斯总统这不是新闻 相反居然还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反对普京 当总统没有投票给普京 这个才是新闻 不知道普京事后要不要查一查 是谁没有投票给他 对这些人如何处理 是送到乌克兰战场上 但耗财呢还是让他们中毒 不久的将来会有答案 普京的这个总统选举秀啊 本身就是多次一举 按照这个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克里姆林宫的这个发言人呢 佩斯科夫的话说啊 这就是走个过场 多次一举没有必要 俄罗斯这个车城共和国的总统卡德罗夫说啊 普京就应该直接宣布连任 虽然普京可以这么做 但是他偏偏选择了 对吧 要把这个作秀啊 要做拳套 不仅做拳套 他还邀请了很多监督俄总统选举的国际观察员 这个被请到俄罗斯来监督俄总统选举的这些观察员呢 分别来自贝宁 卡麦隆 莫桑比克 哈萨克斯塔 马尔戴夫 尼布尔 美国的共和党也派出观察员 在三天多的投票期间 没有提出任何疑议 这个很好理解啊 如果这么不展眼 不懂事 对吧 我邀请你来观察 你要提这个什么疑议 那难免要中毒啊 但是呢 也有例外 叫百密一书 3月18日 据俄媒报道 上河组织秘书长表示 应俄罗斯外交部邀请上海合作组织观选团观察了俄罗斯总统选举 观选团认为 本次俄罗斯总统选举民主透明公正选举过程顺利平静 未发现违规情况 观察团 所在的投票站 未接到投诉或意见 也未发现扰乱安全事件 选举结果是俄罗斯人民的自主选择 所以说啊 这个被邀请去参观的上河组织秘书长和俄罗斯方面还是没有协调好 口径没有能保持统一 这个上河组织秘书长说啊这个俄罗斯的总统选举选举过程顺利平静 未发现扰乱安全事件 这个跟俄罗斯方面报道是有出入的 俄罗斯方面普京说了乌克兰在破坏俄罗斯的总统选举 俄罗斯的很多投票站不是被人破了油漆 就是被人纵火 还有人在里面刷标语等等各种形式的破坏 花样百出啊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也说了 但是这个上河组织秘书长啊 他说未发现扰乱安全事件 显然啊 跟俄罗斯方面的腔调不一致 普京总统啊 在选举之前 专门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俄罗斯联邦总统候选人 弗拉基斯拉夫 达万科夫 斯鲁茨基 哈里托诺夫 专门会见了这三位陪跑的 这个很有意思啊 这是在威胁呢 还是在交代任务 从他们的那个座位啊 座次就能看出来 这三位所谓的候选人 跟普京完全就不是平等的 所以说啊 这种选举啊 就是个形式 大家能想象得到 拜登在投票之前 把川普叫到办公桌前 跟他交代什么吗 那还不得打起来 连八十多岁的老同志得号起来 你看这个普京 跟这三位候选人 所以说所谓的俄罗斯总统选举 本质上就是个笑话 这三位所谓的候选人 也只能按剧本呢 往下写 否则的话 轻则重毒 重则单产毙命 跟那个普京的政治对手 纳瓦尔尼一样 关于这个纳瓦尔尼啊 三月十八号 普京啊 表示啊 就在纳瓦尔尼去世前几日 有人曾向他提议 用纳瓦尔尼交换一些 被关押在西方国家监狱里的人 没等对方说完 他立即表示了同意 普京说啊 但不幸的是 事情还是发生了 你无能为力 这就是生活 这个普京啊 可以说是非常幽默 他的意思是他准备把纳瓦尔尼给放了 而且还放到西方国家去 他一口答应 但是没想到啊 纳瓦尔尼还是死了 这就是生活 生活中有很多不如意 有很多事情不是普京能掌控的 你比如说这个毒药的剂量 在这个严寒地区和这个莫斯科 恐怕这个毒药的食用量是不一样的 本来想让纳瓦尔尼成为一个植物人 这样放出去也不要紧 结果过量了 纳瓦尔尼直接死了 普京说他无能为力 这就是生活 马是前提 人总有失误的地方 言下之意就真没想把他毒死 只是想让他不能开口说话 普京单选宗宠之后啊 这个世界上主要国家啊 反应不一啊 几家欢喜几家愁 北约密日长斯托特梅格表示啊 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被占领地区组织的选举是完全非法的 俄罗斯总统选举显然既不自由也不公平 立陶宛外交部长表示这次投票是一场悲剧性的闹剧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表示 德国谴责俄罗斯联邦没有选择的选举 波兰外交部表示啊 俄罗斯的总统选举不被承认合法 民主和公正 由于全国各地的投票 都是在压制性立法下进行的 禁止候选人表达反战观点和出入政治动机的刑事案件 捷克外长认为 俄罗斯在乌克兰举行的选举是一场非法的选举闹剧 捷克不承认 克里米亚 塞瓦斯托布尔市 以及乌克兰 顿列斯克 卢干斯克 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部分地区发生的非法选举闹剧 白宫国家安全通讯顾问 科比表示 俄罗斯的选举显然既不自由也不公平 普京将他的对手投入监狱 并阻止其他人与他竞争 泽伦斯基说 这几天俄国进行了一场所谓的选举 所有的人都预知结果 竞争对手一个个被排除甚至消灭 为了权力 他不择手段 恶贯满盈 他在台上 世界不得安宁 3月17日晚间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在社交媒体 回应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 发表的官员所谓普京再次窃取选举的言论时表示 我们没有偷英国的任何东西 我们也不会把自己的东西拱手让人 所以他们生气了 英国已习惯于通过特权夺取别人的一切 顺便说一下 凯特王妃到底怎么了 找到了吗 沙普斯去找找凯特王妃吧 扎哈罗瓦的这个回应呢 相当犀利啊 他说俄罗斯没有偷过英国的任何东西 但是俄罗斯偷过大国的东西啊 俄罗斯偷过他周边国家的东西啊 英国毕竟远了 他想偷 他偷不着啊 德国外交部啊 说这个普京总统的选举啊 不自由和公正 扎哈罗瓦又回怼啊 他说德国批评俄罗斯四次选举 同意领导人的讽刺一位 因为默克尔曾连续四次单选总理 但却没有受到同样的质疑 这个扎哈罗瓦说的也很对 对吧 你默克尔你当了四次总理 连任四届 怎么普京就不能连任呢 为什么没有人谈论德国选举 有任何不自由和不公正 我唯一能同意德国外交部评论的是 俄罗斯大选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 这是肯定的 特别是在北约每天多次诋毁 威胁我国 这个扎哈罗瓦他回避了 默克尔连续四次单选总理 默克尔的政敌既没有坐牢 也没有莫名其妙中毒 也更没有死亡 而普京呢 他这四次连任 政敌是一个个的 不是中毒 就是坠楼 还有监狱散布死 对比如普京总统再次单选 俄罗斯国内的这些政客们 这些野心家们是怎么看的呢 首先一个啊 梅特维杰夫说啊 祝贺俄罗斯所有的敌人 普京在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中 取得辉煌胜利 并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这个梅特维杰夫啊 这个早久啊 还没有醒 说的这一话啊 很难理解 不太清楚他到底什么意思 普京啊 再次连任俄罗斯的总统 梅特维杰夫 祝贺俄罗斯所有的敌人 给人感觉啊 梅特维杰夫是在给俄罗斯所有的敌人打气啊 让俄罗斯的这些敌人不要手软 要继续对俄罗斯进行打击 对普京进行打击啊 这个梅特维杰夫说啊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只有你们能够除掉普京 他就是这个意思啊 要不然怎么会祝贺俄罗斯所有的敌人呢 或者理解成普京是俄罗斯所有的敌人 总之梅特维杰夫啊 恐怕自己都不清楚什么意思 因为啊 他现在心里在滴血啊 因为这个位置本来是梅特维杰夫的 结果普京坐上去之后 他就不缓了 梅特维杰夫还不敢提不同意见 因为他害怕中毒啊 所以梅特维杰夫心里在滴血啊 我们再看看这个车程总统卡德罗夫 有什么表现啊 卡德罗夫啊 说啊 他发表祝贺啊 他说我们祖国的多民族人民 在下一届俄罗斯联邦总统 选举中为我们国家元首候选人 做出了唯一正确和最价值的选择 根据所有选票的统计结果 我们这个时代最明智 最有远见的政治家 单选了这一职位 弗拉基米尔 弗拉基米罗维奇 普京 然后卡德罗夫说啊 车程共和国的居民 一如既往的给了他绝对多数选票 我仅代表我个人 并代表全体车程人民 忠心祝贺弗弗拉基米尔 普京在下届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中 取得令人幸福的胜利 最重要的一段啊 他说啊 我们撤成共和国的居民 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 我们的幸福和繁荣 生活完全归功于弗拉基米尔普京 正是由于他对我国总统 俄罗斯英雄卡德罗夫的支持 我们才能够无条件的战胜 国际恐怖主义团伙的代表 使共和国从废墟中复兴 成为我们伟大祖国 俄罗斯正式公民 因此我以全部责任宣布 我们将继续全力支持 我们的国家元首 最高统帅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方针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我再次衷心祝贺普京 在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中获胜 我祝愿他在建立我们 伟大祖国俄罗斯的力量 伟大和领导世界作用的 创造性道路上 长寿并取得无限成功 翻译一下就是卡德罗夫 祝普京万寿无疆 按照历史规律啊 这个卡德罗夫啊 嘴上喊的是万寿无疆 实际上是想背后一枪啊 我看卡德罗夫啊离造反也不远了 这个普京担任总统之后呢 干了什么呢 普京当天警告西方 俄罗斯与美国领导的北约之间 直接发生冲突 意味着地球 距离第三次世界大战 仅一步之遥 他说啊 现代世界里一切皆有可能 随后又严肃回应称 几乎没有人希望出现这种情况 每个人都清楚 这里全面爆发 第三次世界大战 只有一步之遥 不过普京补充称 北约军事人员已经存在于乌克兰 普京单选总统之后啊 第一件事情就是核讹诈 威胁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说 俄罗斯人民啊 也是很悲哀呀 选出了这么一个 要领导俄罗斯 走向覆灭的这么一个总统 对吧 一上任 就要搞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们只有尊重啊 俄罗斯人民的选择啊 尊重俄罗斯人民的命运 好这期节目啊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